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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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割喉的行凶手法和死者的姿势 加上这套礼服 根本就是阿琛小说里的杀人桥段 高四儿 这套礼服染满了血 小说有没有说 为什么凶手要挂一套染了血的礼服 在凶案现场 小说里的死者是一个富翁 虽然有钱有地位 但私下做了很多缺德事 可以说双手染满鲜血 是个穿着礼服的坏蛋 凶手赵超不悟 处心积虑 跟着小说的桥段来杀人 也就是说 他是古医生的忠实读者 而且还是个电态的模仿者 究竟模仿者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是纯粹为了模仿 随便找个对象下手 还是他本身就跟林少聪有很大的仇恨呢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 看见楼下有保全也有秘露电视 林少聪的身材又很健硕 如果凶徒随便找个人下手 应该找个容易对付的 这么说 我们应该找林少聪的仇人 同时也是古医生的忠实读者 可是阿臣没有成立疏迷晦 我看这几案子的调查范围很大 Madam 屋院外面有发现 刚才我问过死者隔壁邻居的口供 他们说今天上班的时候 已经看见林少聪的车子停在这里了 是他的车 为什么不把车子 停在自己的屋院的停车场 要停在这里 而且停成这样 会不会是凶手自己开出来 随便停下来就走了 放大镜 为什么要放掉车胎里的气呢 这个轮胎不像是被人放弃 应该是被奸的工具刺穿 如果真的是凶手开车出来 为什么不把车停好就走 还刺穿四个车胎 也许凶手想故弄玄虚 其实现阶段还有很多可能性 譬如我们还不知道把车开到这里 和破坏车是不是同一个人 甚至也有可能是林少聪在临死之前把车开来这里 我去慰问屋院的保全 高子 我看过车身四周和车底 没有发现 政务可能是被人扔到草丛或者扔到垃圾桶 我们到处找找 大家分头做事 高子 告诉冰叉 会不会用这个冰叉来刺穿车胎的 带回去化验 看看有没有车胎残留下来的物质 你记不记得 昨晚林少聪几点回来的 应该是十二点钟左右他开车回来的 我们今天早上发现 林少聪的车停在屋院外面的转弯位 你有没有记错 没有 还有 大约一点半钟他又出去了 之后他有没有回来过 我没看见 昨晚林少聪十二点多回来的时候 车有没有载人 有 有个女人 有没有看见他的样貌 我看不清楚 他带陌生人回来 你是不是应该留意一下 林先生一个星期又几晚带女人回来的 我们哪会留意这个呢 经理 我想问问大堂那边的保全 看他们有没有见过林少聪带回来 那个女人的样貌 Madam 我们屋院的停车上有电梯 用不着经过大堂 也可以直接上楼的 而且 电梯里也有闭露电视 那麻烦你 我想拿昨晚屋院大门和发生凶案的一座电梯的 闭露电视录影带回去调查 好 没问题 Madam 我已经从录影带里面把片子抽出来了 你想看哪一段 大门 林少聪回来那段 跟保全说的一样 林少聪昨晚十二点零五分开车回来 Henry 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想看清楚这个女人的容貌 这个女人很聪明 故意把头靠在林少聪的肩膀上 避开闭露电视 Henry 再看电梯里的 好 这个女人全程低着头 不想被人看到她的容貌 摆明有问题了 但至少我们看到一样 林少聪的身高大约一百七十五公分 这个女人可以很舒服地靠在她的肩膀上 估计矮她大半个头左右 可以推算出她的高度 还有 这个女人的身材属于偏瘦 不过这样很不合理 她带女人回家 然后自己又出去 现在女人不见了 她自己又死在屋里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 的确不合理 Henry 知道 没错 跟宝谦说的一样 她一点八又出去 真的是自己出去 身边没有女人 再看看驾驶 换了衣服 还戴上帽子 看看她的手套 她戴的手套 有点不对劲 这么晚了 又戴帽子又戴墨镜 不用看路 不想被人看她的真面目 Henry 把这个画面转成大特写 再拿第一段袋子的画面 放在一起做个比较 你们看 林少聪开车回去的时候 头枕只过耳朵一点 可是这个驾驶的头枕 过了头顶 这么说 这个戴帽子的 比林少聪矮了很多 她根本就不是林少聪 会不会 就是刚才进去的 那神秘女人呢 有这个可能 说不定杀了林少聪的 就是这个女人 她杀人之后 还开了林少聪的车离开 像啊 宝谦看到是住客的车 根本就不会留意 可是刚才上楼的时候 全程低着头 到出来的时候 戴了手套和墨镜 看来这个女人 真的早有欲谋 我们要尽快 把这个女人找出来 胡医生 搞定了 刚给林少聪解剖完 有什么发现啊 我发现到她嘴唇上面 有些金黄色的物质 我们快送去法政部做化验 那她的子姨呢 我看见她的脖子 又到很深的伤痕 相信是被人从后面 一刀割断喉咙 导致大动脉失血过多致死 根据吴医院 避露电视录影带 我们估计凶手是一位 五尺五寸高 体型偏瘦的女性 林少聪个子高快头大 怎么可能被一个 比他矮又瘦的女人 一刀杀死呢 在清醒情况下 当然有困难了 但是刚才我发现 她的胃里 有些残留的药渣 照我看 有可能是安眠药之类的 就是凶手先迷云死者了 不止 死者被杀之前 曾经去过酒吧 很可能已经喝了不少酒 酒精加上安眠药 任何人都会变得迷糊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人都可以 割断她的喉咙 这个人作案的时候 心思很细密 而且很周详 他也是抄袭你 我的小说没有这段 不过我觉得 这个人的心思 比我的小说更加细密 不管怎么样 要等法政部验过血液 和胃里面的残渣之后 就答案了 高先生 要什么发现 我们在林绍聪的血液 和胃部的残渣里面 验出有安眠药的成分 Cradium 而且含量很高 这种安眠药 在香港应该没有卖的 这么说是凶手 等林绍聪 没有知觉之后 再动手的 还有 那套礼服上面的血 我们验过 只属于林绍聪一个人 小刚也用SuperGroo验过了 上面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整套礼服都染满了血 这个凶手也太变态了 我觉得这个凶手 不止变态这么简单 他把林绍聪的血 染满了整套礼服 我觉得这个凶手 想把林绍聪做的 就像阿辰小说里面的 受害人一样 也是一个穿着礼服的坏蛋 这么说 他不是一个只会 般自过止的模仿者 还有 谷医生把死者 唇上面的黄色物质 送过来 阿辰用FTIR和SEM验过 正式是口红的物质 也就是说 林绍聪在死之前 个人接过吻了 那林绍聪的嘴唇 有没有一些 不属于他的皮屑或者唾液 他的嘴唇被肥皂水抹过 所有的DNA都破坏了 那在沙发上 找到的头发呢 那些只是用一些 尼龙做的假发 那个冰叉呢 有没有发现 就是冰叉了 伟民在冰叉上面 发现一些 黑色橡胶的物料 跟林绍聪车子的车胎 是完全吻合的 也就是说 车胎真的是 被冰叉插穿的 警方的指纹组 已经在冰叉上面 采集到纸膜 也在纸膜的资料库里面 找到吻合的记录 Madam 什么事啊 我们有些关于 林绍聪的事情 我想问你 你进来再说 包尼 你知不知道林绍聪 在自己家里被人谋杀 知道 当然知道 报纸都登了 那我想问你 最后一次见他什么时候 就是 前几天到他公司那次了 你也知道的 就是你去骂他 居然被他录音那次 对 说到上次 真是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我那么做 会使我的证实失效 那我问你 这个月四号 星期三 就是前晚 你有没有见过他 没有 我当然没有了 没有 可是昨天早上我们发现 林绍聪的车的车胎被人刺穿 接着在附近的草丛里找到冰叉 证实就是凶徒拿来刺穿车胎的 这关我什么事啊 上次在太平街里放下树花 包花的塑胶带上有你的指纹 我们拿来比对冰叉上的指纹 证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车胎是你刺穿的 为什么明明见过他 你不承认呢 是不是杀了人心里有鬼 不是啊 妹妹 不关我的事 我 总之我没有杀林绍聪 很抱歉 波尼 我们怀疑你跟林绍聪被杀案有关 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没有 我没有杀林绍聪啊 没有 是不是因为他骗了你的钱 你不甘心杀了他报仇 那晚我只是拿冰叉刺穿他的车胎嘛 你的意思是说 你特地跑去他家 只为了刺穿他车胎 本来不是这么想的 到底怎么样 我听朋友说 那个贱男人因为江韵琴跟小杰死了 领到一大笔保险金 所以我想带冰叉去吓唬他 叫他把钱还给我 能拿回多少是多少吗 最后还是不还你钱 你气疯了 所以杀了他对吗 那晚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接近他 我怎么杀他 没办法接近他 那晚一点钟左右 我到了他家楼下 当时呢有两个保安在那守着 我根本就进不去 我在外面等机会了 希望趁那两个保全 进进出出的时候 我可以溜进去吗 可是等到一点半 那保全还是动得不动地站在那里 那么一细唱我就走了 谁知道一转身 我就听到车声了 居然是那个贱男人开车出来 我就立刻叫计程车去追他了 可是一辆计程车都没有 我就眼睁睁看他走了 那我就只好离开 心想一定要找机会再来的 谁知道一转弯就看他车停在路边了 老天爷真好帮我这个大忙 我就马上跑过去 可是那个贱男人不在啊 我东张西望都没有看到他 我一生气把心一横 就拿冰叉刺穿他的车胎 有没有人可以证明你说的话 当时那么晚了 街上没有人呢 就是没有了 我全都坦白说出来了 Madam我真的没有杀他 这个我会调查 对了 你很喜欢看推理小说 我看到你家里有整套骨彩泥的小说 对啊 推理小说很好看啊 起码我在骨彩泥的小说世界里 那些坏人不是死了 就是让警察抓了 你说多痛快 那你知不知道 有谁跟你一样讨厌林绍聪 或者比你更讨厌他 林绍聪这个贱男人啊 哪个人不讨厌他 他满街都是仇人 干嘛急成那样啊 林绍聪尸骨未寒 梁伟豪已经迫不及待 搬到他办公室 何止啊 他还立刻接收 林绍聪手头的客户 梁伟豪一直都跟我的老板争了 这次他这么做 什么仇都报了 西九龙中案组 我们今天来想知道 关于林绍聪的资料 不过我想先见你 刚才说的那个梁伟豪 好的 进来 伟豪 有两位警官想见见您 西九龙中案组 没你的事了 没你的事了 两位警官请坐 谢谢 两位警官找我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调查 关于林绍聪遇害的事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搞好交接的事 做他的办公室 你还真有效率啊 其实绍聪走了之后 全公司所有的人 包括我 都觉得很意外 也很难过 可是我们是有信仪的投资公司 绝对不能因为一个员工出了意外 而影响到我们的服务 造成我们客户有所损失 所以上头 要我立刻接受他的所有工作 我也知道太仓促了 我跟少聪是好同事 而且是好兄弟 相信他在天之灵 应该不会介意的 你最后一次见他 是什么时候 这个星期三天晚上 我约了朋友去酒吧喝酒 当我把车子停在附近的停车场 我看见他 郑聪 喂 谢谢才来啊 不会吧 这么早走 不像你啊 没有办法 一来就有人送上门 哦 不耽误你了 记不记得当时是几点 晚上是一点多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当时我跟那个女人有段距离 更何况她背着我 所以我看不清楚 但是我记得那个女人把头发 染到红雾黑黑的 知不知道接着他们去哪儿 不是回家就应该去酒店吧 你们怀疑少聪的死 跟那个女人有关 你知不知道林少聪有没有仇家 仇家呢 不会吧 少聪不管对同事 对客户都很客气 对不起啊 我突然失去这么好的朋友 觉得很难过 是吗 不过你漏了一张她的照片 没有收好 如果想到什么事 麻烦你通知我们 我也希望少聪 能够成冤得雪 什么 伤心 我嫌她死得太晚了 伤心 你是不是哪个进不对啊 你是不是疯了 来这儿找我 你别怕 我做事干净利落 保证没有麻烦 少聪这是你杀的 那当然了 拿了你的钱 就要为你办事嘛 老兄 那天我喝醉了 胡言乱语 你真的跑这儿杀了人啊 喂 你说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想赖账了 你 你休想啊 现在我弟兄们事情办完了 十万块尾数该给了 我们说好了的啊 谁说十万啊 你先前说好五万的 喂 我先前不知道 那家伙那么有钱 生前划编新闻一大堆 警察抓得紧 我跟弟兄们要跑路 你快把钱给我啊 要不然他们让警察抓到 要求你来不关我的事 我已经给了你一万块 最多再给你四万块尾数 你以后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 我替你杀了人 五万块想打破我 你当我什么 提款给拿出来 去拿钱 我没钱 快点拿钱去 住手 警察 就知道你有古怪 两位警官 我是善良老百姓 怎么会杀人呢 你被我们抓到海杆装蒜 刚才在巷子里明明听见你说杀了林绍聪 还要跟弟兄们跑路 你快说 你们有多少人现在在哪里 警官 你们误会了 我说的弟兄们 是指我做装修的伙伴啊 粉刷油漆贴抵抢指才是我们干的 我们怎么会杀人呢 哎呦 没拉走我的客户 这次对着陈太太 简直像个牛郎 林绍聪的一个贱男人 不是靠拍马屁 踮女人的脚会上跪 我呸 哎 何止啊 他还倒是跟别人说 说你不行 赔光客户的钱 客户才会跟他呢 他真是不说我 要不是他拿出一笔钱入骨 怎么会坐到这个位子 本来位子是你的嘛 我说对不对 贱男出狗屎 我不找人坐着他 我不叫廖卫豪 哎 算了 坐下 干什么 喝酒吧 贱男人 是不是想找人帮你搞定臭狗屎啊 来来来 站好 你刚才说的话呢 我全听到了 既然你那么恨那个人 你同意 我帮你做掉他 你帮我做掉他 你帮我做掉他 我是谁 你别管 你记不记得去年在山边发现的尸体啊 到现在警察还查不出谁干的去 是我跟我兄弟们干的 你给钱我就替你搞定 绝不会有麻烦 你开口交给我 五万块我替你做掉他 信不信我 先给一万块上气 搞定了 再给伟数 好 帮我做到贱男人 五万块就可以做掉个贱男人臭狗屎啊 你这是答应花钱买胸 指使人杀死林少聪了 没有啊 当时我气疯了 又喝醉了 我不知道自己说什么 我最得要同事把我抬回家 第二天醒来 我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啊 钱包里少了一万块还以为自己做梦 你不是以为我们会相信你吧 不是啊 先生 我真的没有 我没有打算买胸杀少聪啊 为什么你要跟梁伟豪说杀了林少聪 警官 其实我骗那个傻瓜的 那天我在酒吧 看见他喝得醉熏熏的 说什么要杀人 我最近没公开手头紧 求疯了 一事就想骗他敲他一笔 谁知道他真的相信了 还给了我一万块呢 你拿了他钱 咱然帮他吓人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没杀人的警官 你没杀人还跟他要尾数 我看电视新闻 看到林少聪真的死了 我觉得很面熟 就拿出梁伟豪给我的照片对了一下 原来真的是同一个人 于是我又大着胆子去骗他 想再敲他一笔 这个星期三晚上 十二点到两点你在哪里 警官 骗了他一万块以后呢 我马上着地地区们到阿门去玩 上赌场啊 洗三温暖啊 那些服务生都可以证明见过我们 还有啊 我们的弟兄们也可以证明 我们调查过 夏德威在案发当晚的确是去过澳门 也在澳门找到时间证人 至于梁伟豪 他以为自己买凶杀人 其实是被骗了 照你这么说 这岂是个骗案了 所以我们会告夏德威行骗 梁伟豪叫缩杀人 目前最可疑的 永远是林绍聪那晚 带回家那个神秘女人 除了他 我们现在还找到唯一有可疑的人 就是邦尼 虽然他口口声地说 只是破坏林绍聪的车 没见过本人 但找不到任何人证明 虽然邦尼没不在场证据 又是你的读者 可是林绍聪明知道他恨自己 怎么会带他回家呢 这点我同意 如果真是邦尼杀了林绍聪 他没必要再多此一举 再刺穿林绍聪车的车胎 除非有其他原因 难道凶手是另有其人 如果凶手不是邦尼的话 还有什么人 会是你的读者 而且痛恨林绍聪 还有的 林绍聪是人渣 应该先争后闸 碾死他 砍死他 烧成炭 给他老婆跟儿子垫背 你的读者真偏激 不算 这个判官更厉害 对付人渣不可以让他 舒舒服服地死 一定要他死得痛苦 还要他的死相 给人家留下深刻印象 最好是参考古彩尼的书 看来这个判官真的很熟悉 你小说里的杀人桥段 除了这个判官之外 还有很多读者 也很熟悉我小说里的杀人桥段 这么多人怎么查 谢谢 我真的不明白 居然有人看完我的小说之后 模仿里面的桥段去杀人 我也不明白 查到这里好像进了死巷子 到底杀人凶手是不是那个女人 她为什么要杀林绍聪 她是谁 我还是想不明白 我知道 你知道 你们都不是来吃宵夜的 只不过换个地方继续想 有什么事吃完宵夜 再慢慢商量 慢慢想 你们这样对胃 胃会抗议的 想不通哪有胃口 我问你 鸡仙生蛋 还是蛋仙敷鸡 这不结了 不吃东西 不表示可以解决问题 有道理 那我们点菜 吃什么 猪皮 猪皮 小姐 小姐 猪皮啊 谢谢 还要什么 再来一碟鹅皮 好嘞 你看小柔 为了查案整个人都痴痴呆呆的 人家拿东西给她也不知道 人家痴痴呆呆关你什么事 要你担心吗 我本来也担心你 不过看你现在会顶嘴 我决定放弃了 我要劝劝你 你呢还是专心担心你要担心的人 案子呢留给我来担心就行了啊 好 爸 回来了 爸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我熬了汤 等你回来再热给你喝 不用了 刚才我和高瑟还有阿珍吃了宵夜 很饱现在吃不下 什么 最多明天我把汤全喝光 扎也吃光 不会浪费你的心机 我不是说汤 我说高瑟 喂 上次你跟他去逛街回来 说跟他不来店 为什么要一起吃宵夜 我是警察 他做法证 我们工作上经常接住 一起宵夜很平常啊 话不能这么说啊 既然不来店 不用浪费时间 你把这些时间呢 去认识其他男人不更好 虽然我跟他没什么 但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 好拍档 我们谈得来 吃吃饭聊聊天 谈不上浪费时间 既然好拍档好朋友 又吃宵夜又谈得来 也就是还有发展空间了 没有 我们完全没有发展空间 还有爸爸 我现在没男朋友 不表示以后也没有 所以你不用担心 你女儿将来嫁不出去 我回房了 喂 东伯 我女儿刚跟你儿子 吃完宵夜 我女儿说跟你儿子 只不过是好朋友 好拍档 没有发展的空间 小柔真这么说啊 这下糟了 炸糊 岂不是通陪 为什么通陪 没 我约了星龙去打麻枪 你等一下 他们说要打全冲 你知道老人家的眼睛模模糊糊 万一打错了就要通陪 打错牌当然要陪了 陪就陪 我帮你陪 好心打 赢多一点 喂 你听到了 他叫我放心 我怎么能放心 喝茶 明天我没有空了 我明天要复诊 好好 那明天见面再说好不好 就这样 拜拜 明天的会议我提早了 我看完会回来接你复诊 不用了 你那么忙 有星龙陪我去就行了 人家有没有空 别给人家添麻烦 添什么麻烦 一点都不麻烦 我跟星龙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才不像你 难怪星龙也说替你摆好了这 你还是追不上他女儿 你说你还有什么用 知道知道 你最棒了 我回房洗澡了 好 你记得要戴太阳眼镜 知道了 11020 你现在上来 我们还不能走 好 拜拜 什么事啊 没什么 谢谢 小柔办完事经过 说上来接我去喝茶 哎呀 早知道这样 昨晚我就不会有推艳博了 不就是有个机会让他们两个见面 错过好机会可惜啊 可惜什么呀老爸 高四儿 你怎么来了 反正会开完了就过来接你 陪你去喝茶好吗 好 好 爸 通不文 你们约好一起来 没有 是啊 这么巧啊 没约也会遇见真是有缘啦 我过来呢 是特地拿帽子给通伯挡太阳 早知道来了被你们笑我就不来了 你没那么小气 这个颜色很适合老人家 大家看 大小刚刚好啊 小柔多关心我啊 真细心啊 是啊 真是 最开心的是你 哎 别笑我 卖花夸花香 我女儿的优点 爸爸爸爸 不用推销不用推销 不是啊 你对老人家真好 要是多一个人疼我就好了 可惜啊 我叫你干爹不就行了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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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好不好不好 是啊 过去算过命我 算命的说我命中住静就一个儿子 多个女儿会折服我啊 是啊是啊 嗯 通伯啊 媳妇是半个女儿就没问题了啊 当然没问题了啊 干女儿也是半个女儿 也就是没问题了啊 啊 高孙儿 现在午餐时候 不知道茶楼有没有位子 是是 你跟小柔先去排队等位子 有兴隆陪我这个老头子就行了 你们两个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是是 好好好 我先去找位子啊 去吧 我们跟着来啊 哪哪哪哪哪哪 你看啊 他们两个多相配啊 光看脚 就知道他们郎才女貌了 所以我没那么笨 收他做干女儿就没指望了 我也知道你的心意 你想找儿媳妇对不对 那当然 光看他们的脚 就知道他们在说我们是非了 真没想到我们放下了 他们没放下 算了 他们是老人家就迁就他们吧 最要紧他们开心 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嗯 这样也能让你们制造出机会 喂 你们两个的随机应变技巧 的确是高超啊 那当然了 但是怕不怕太极竟会弄断 这棵小青苗啊 说到青苗这回事 就跟我手里这盆盆栽一样 要有爱心 有空就湿湿肥浇浇水晒晒太阳 你看这不是开花了 不过你别忘了 你们两个曾经太极劲 弄断过这棵小青苗啊 嘿嘿你是外行 多了可以接芝麻 死了也可以救活的 为了要娶个好媳妇 我很有耐心啊 很有耐心 该让你娶个好媳妇 佩服佩服 谢谢谢谢 电话响了听吧 早日达成心愿啊 喂 喂 陈哥 小敏啊 什么事啊 我家电脑当机 什么都做不了 我又赶着交功课 你明天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修理啊 好 反正我明天放假 我过去帮你修理吧 先谢谢你了 拜拜 拜拜 哇 你真行啊 是女孩子的生意 是不是丁丁啊 你的耳朵还挺灵的 是吗 不过呢 你一半对一半不对 怎么说 这个的确是个女孩子 不过不是丁丁 好啊 我要告诉丁丁 没有两颗晴苗 女孩子的生意就是另外一颗晴苗 那当然了 那我变成花心萝卜了 那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孩子呢 在交洋社做事的 哦 听好了 我对丁丁很专一的 你说这番话 好像在标榜 自己是为她的情圣似的 知不知道 我不是情圣 但是我很专一 我真的很专一的 小敏 小敏 诚哥 你这么快啊 我特地买了材料 准备做蛋糕给你吃 不用这么麻烦 我学了好电脑就走了 赶着走啊 你约了丁丁啊 确实被你猜中了 哎呀 本来还想待会儿教你 教我一些电脑绘图的技巧 我赶着教功课的 求求你啊 这样 那好吧 我改车再约他 我找位子停车 上车 嗯 冯冯 有没有撞到你啊 没有 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齐婶 你认识他吗 他住在我楼上 你儿子又把你赶出来要钱 要钱 是啊 他儿子坏死了 老从窗户扔垃圾 他再扣分的话 会被房屋所收回公屋的 还有啊 他对街坊邻居很恶劣 他领宗园不做事也就算了 还把齐婶赶出去当乞丐 要请养他 你儿子太过分了 他也不想了 只是一直找不到工作嘛 齐婶 你怎么了 他发烧 扶着上我车 我们送他回家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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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米马同时出现 好 现在我看看 死马臭马 还不去死 三号跑第二 最后一场夜输了 第三号是第三 你说什么 齐婶摔伤了 你就是齐婶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他发烧 你还叫他去药群 他刚才差点被我的车撞到 你说什么 你说他差一点被你的车撞到 就你吓了他发烧了 不是 不是 不关他的事 不关你的事 坐下 赔钱 一定要赔钱 三千 那不陪我马上报警 好 报警 是我亲眼看见 习婶自己摔跤的 不关称哥的事 我可以做证人呢 喂 死丫头 关你什么事 如果你怀疑 习婶被我的车撞到 而使他受伤的话 你可以带他去验伤 但是刚才我帮他 曹药膏的时候 发现他身上 有很多新旧的余伤 我怀疑他曾经被人虐待过 你不要冤枉我 也许是他自己摔伤的 也许是他以前 被你这种开车横冲直到撞伤的 我们干嘛冤枉你啊 你一个大男人 不去工作跑去骗中原 有妈妈不养 还叫妈妈去叫钱来养你 我们告你还差不多 我也很想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叫习婶去要钱 如果有的话 再加上习婶身上的新旧余伤 就足以构成虐待 我没有 不信你自己问他 你是想害自己儿子坐牢啊 不是 没有我怎么会害你 别冤枉他 他不是不工作 只是找不到工作 我去要钱是我自己自愿的 不是他叫我去 你们别抓他 我只有一个儿子 要不以后我不去要钱了 先生你不用担心的 如果他没做过的话 有什么好怕的 那我告诉你 先生现在发烧 还受了伤 希望你可以带他去看医生 好好好 我带他看医生啊 你们两位请吧 慢走 走了 我们走了 你自己小心啊 慢走 你跟他害人情 差点害罗进去查局 你还要够钱 我拿人钱去嫖戒啊 你的四老太 我真没用啊 有没有搞错 他是不是人啊 这么说话 看我们都报警抓他去坐牢 如果习婶坚持袒护自己儿子的话 我们想帮也帮不了 那怎么办 留着他儿子继续虐待他 我试试找朱嫂谈谈 看能不能找这区的社工 跟进他这个个案 你跟习婶中的痕迹 也知道他病了 有空过来看看他 知道 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 走吧 认不完了耽误我打牌 他的死下很难看喽 老给我惹麻烦 有好处 那我不走了 郭医生 警方今天收到一个乞丐 在天桥下倒闭 初府估计 是滚下台间 撞到头部失救之死 怎么拉过医生 继续 老太宝失救而死 没有刻意 要是亲人照顾他 就不会死 也许他没有亲人 我妈死得很惨哪 现在连练脏肺也没有 你们报馆不是有慈善基金吗 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筹钱哪 我之前帮他治病 我所有钱都花光了 求求你们 我求求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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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审昨天发烧 我叫你带他看医生 你有没有 你又把他赶出去要钱 你说什么 要钱 要什么钱 你怎么这样 你妈妈有病 也不带他去看医生 别离他胡说啊 根本没有这回事 她是我的妈 你说我有多伤心啊 伤心 你这种人会伤心 你妈发烧 病了 你有没有理过她 你自己做过什么 你待在家里 赌钱喝啤酒 你有没有看到 你妈旁边还有个纸盒 她为了多要几克钱 她回来养你才会弄成这样 要不是你她会死吗 你怎么这样啊 你太过分了 还是人吗 是人 好了 别拍了 别拍了 别拍了啊 这个李国威简直不是人 前天称哥 还叫他好好照顾习婶 我昨天早上熬了粥 拿去给习婶吃 我才知道习婶已经出事了 原来前晚那个坏蛋 又把习婶赶出去要钱 幸好阿琛揭穿的 要不然不知道 多人捐了原文钱给李国威 不过我知道 趁哥的个性 虽然揭穿了那坏蛋 还是帮不了习婶 她一定很不开心 我认识阿琛那么久 她帮人的热忱 从来没有减退 她今天本来打算 回来跟叶青开小组会议 现在忽然间请假 相信阿琛的情绪 一定还没有平复 如果前晚我去看习婶 习婶就不会出事 趁哥也不会这么不开心 根本就不关你的事 习婶有这样的儿子 早晚会把她虐待死的 只不过现在死无对证 她儿子在法律上 完全不用受到制裁 聊天室的判官说得很对 像林少聪这种坏蛋 法律制裁不了她 应该由其他人出手制裁她 她根本就不应该 活在这个世界上 小敏 情绪化的网友在网上乱说话来发现 你别让偏激的想法影响到你啊 阿琛 干吗 我在上你的聊天室 你过来看 你朋友判官要出现了 死了一个林少聪 又有一个李国为 这些人渣全都应该杀杀杀 不应该让他留在世上害人 他自己还不是语无伦次 社会和谐有赖法治 绝对不应该滥用私刑 哇 这么快有回应啊 废话 就因为法律制不了这种人 所以才要站出来替天行道 这幅画好熟啊 在哪儿见过啊 是我的 你离死亡还剩六十秒 其中的一幅插图 里面坏人因为法律制裁不了她 所以最后被电电死 这个判官的言论太偏激 阿朕 你是不是有责任 应该跟这读者谈一谈呢 你觉得林少聪的案子 跟这个读者有关 我不敢说有关 但是我觉得这幅画 好像一个死亡预告似的 我不希望再有第二起 模仿的案子再发生 喂 有尸体发现 地点呢 高则尔 高则尔 谷医生 死者叫李国维 有朋友上来找他 发现他死了 尸体在里面 阿辰 你看看 看来真的有模仿者 模仿你小说的乔段 模仿你小说的桥段 杀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